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歌曲讲的是无论是长发女孩短发女孩都希望有一场甜甜的恋爱 她们都应该受到男生的宠爱 这首歌目前也在华语榜火热打榜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要带你去见我奶奶 漂亮的女孩 女孩不要离开 你等我慢慢向你走过来 漂亮的女孩 女孩给你个未来 请放心跟我恋爱 刚才你听到的是新生代人气独立音乐人易勋带来的清新氧气神曲 短发女孩 1994年出生的易勋是一位独立音乐人 她从小就被爸妈老师定义为乖小孩好学生 直到学校的某一次唱歌比赛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 在那次比赛中她拿到了第二名 让她第一次觉得人生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后来她在网络上发表歌曲 积攒了一大批的粉丝 再后来又参加了选秀比赛拿到人气冠军 从此她的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让她开始追寻她的歌手梦想 好的 接下来易勋还和我们分享了她的音乐故事 一起来听听吧 音乐创作上受谁的影响比较深 其实我早期就是听港台的音乐比较多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偶像是范养轩 所以我受她的音乐的影响会比较深 她在后期有尝试比较多的 比如说摇滚啊 爵士这方面 就是我蛮爱听的音乐 我希望以后在这方面或者是名谣上面 会有一些更多更好的尝试 你是苗族人吗 我是 因为创作上是否又融入了苗族音乐元素呢 这其实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擅长做的可能是流行音乐 所以我一直想把就是 加上的那些民族的因素加进去 我最近也在写这方面的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持续关注 希望有更好的融合民族元素的歌曲 能够跟大家见面 最想去哪演出 其实国内大部分地方我都会去了 就是我还蛮想去比如说日本 就韩国 就是因为我听日韩的音乐也比较多 其实想去国外去演出一下 就国内的话其实 我可能最想去台湾吧 今年还有怎样的音乐计划 就是今年其实我做了自己的公司 然后成为了自己的音乐厂牌 我希望自己在能够把自己的厂牌越做越好 然后因为也是刚开始起播 我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起点 然后持续的发展 然后希望自己今年 就是能够完成自己的 一张专辑的计划 还有全国的巡演 然后希望接下来在 就是在影视方面 综艺方面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突破 我希望今年是丰收的一年 让我忙碌的一年 也是希望是收获的一年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身 跟我恋爱 我们下后 shaken 爱你 慢慢还是获得不合末 不合物 那就是说 这就是说 我 没有